戴着口罩安全帽面对追问沉默不发抑郁 比起前一晚冷静许多 在警方借户下上车 移送台北地检署 他就是涉嫌开车冲撞总统府的杜姓嫌犯 下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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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号下午4点多 杜姓男子开着自家的百万名车 行进总统府前 突然一个加速猛撞总统府前的钢制花台 别帮起来 白色轿车引擎盖车身都用喷漆写满的字 上头写着认知作战等字眼 而事发前的一个小时 他就曾现身内湖的AIT停车场 某案喇叭还坐视冲撞围栏被警方驱离 等一下那你有什么诉求吗 你可以讲吗 OK 我离开 你离开 听我说 好 就了解这名49岁的杜姓男子家境优货 用来翻案的车辆要价200万元 他的穿着也全是名牌 上衣就要价18000元 脚上穿的鞋子同样是名牌要35000元 但杜姓男子遭逮后 始终不愿意开口说明动机 经本分局发现他有疫状 要鱼鱼蓝茶石 涂加速 冲撞总统府府前的花圃 造成三个花圃 有受损的情形 无人员受伤 杜姓男子被疫妨害公务 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法办 但究竟为何要开车冲撞总统府 检调还要厘清 将在完成 不要受伤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